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国海洋凡 我是王孟平 12月份现在不如在中下旬的时间 去看到台中院的创办人刘泰英先生 他设警说现在资金行情有泡沫化的危机 认为说台股就算上了万五也撑不久 刘易随时会有崩盘的危机 不过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 在今年7月份其实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股市有点疯狂跟经济跟基本面做脱钩 那他说这个泡沫随时要破 但从当时7月份大盘大约在12000涨到 现在14000多点台股市大涨两成 再写下了台股的惊奇 而这也印证是不是多方趋势 不应该预设高点 哪一些强势股必须报好报紧 卖掉很可惜 那我们今天也为您邀请两位专家 在万事大观的保卫站当中 带大家来做一个选股的观察 谁为您邀请是亚洲投顾的苏建峰老师 建峰你好 孟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另外一位您邀请是 永全投顾的陈建成老师 建成好 孟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代大家来看这一则新闻是 外资翻了进空单之后 到底现在台股要不要居高思维 这一位中文也讲得非常好的台湾先生 吴月涵认为说 哇 台股的本益比真的太高了 如果再涨恐怕会成为投机行情 疫情肆虐 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历经浩劫 不过在各国央行出手相救后 自今行情推升美股率创新高 台股也站上万四大观 台湾先生宽量国际策略长 谷月涵以本益比观察 认为台股并不便宜 但热钱持续涌入下 台股还有上涨空间 台湾看似走出疫情阴霾 但国际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后疫情时代在资金过度泛滥下 市场充斥投机买盘 谷月涵也点出可能面临的风险 所谓的投机性的是 它最近会追求表现比较好的股票 所以越贵的越高 冲的越快的股票会吸收更多资金 电子里面当然是半导体 还有面板这两点比较多 比较明显 只要赌你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刹车的投资者了 香港北魏国际集团董事总经理 刘亦如进一步分析 公卫事件冲击下 资金也会犹豫是否投入 涨多的股票市场 资金很充沛 并不见得就是一定保证说 那资金一定会 譬如说到股市 像最近几天 就是疫情又比较严峻 所以大家也看到像连续已经好几天 不管是国际股市或是台股 都是下跌 跌得还蛮惨的 那资金是在 可是大家不愿意把钱放进去 还是因为就是不安 最后谷越寒也点出 面对疫情冲击 各国政府不断举债旧经济 但恐让国家财政陷入泥沼 国家负债企业违约 都是金融市场不能忽略的课题 全球经济正要从谷底回升 但何时才能看到明朗复苏 还是要持续紧盯国际疫情的后续发展 记者周田丽 林秋强 台北测方报道 好 确实不到两周的时间 在2020就要画下据点 而这一年我们回顾一下 行情在绝望中诞生 但是半信半疑中成长 不过现在市场到老 纷纷地喊出了泡沫化的疑虑 我们来看一下在刘太英先生 他当然在整个本周的时间 提到说 哇 资金行情催化 目前行情来看 有一些泡沫化的风险 他认为就算台股有机会上15000点 但是一定是撑不久 会有这种高档崩盘的危机 就是在这个 今年这个礼拜12月17号 当时他的一个说法 不过回顾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在7月份 大盘那个时候才12000点 7月10号当时 他就说台股金行长 有一点点疯狂 好 那泡沫到底什么时候破 他也提出了一些担忧跟观点 甚至现在谷越涵先生 虽然市场上大家有一点点开玩笑说 哇 他是反指标 但是他这个时候也是紧说 真的已经不是投资了 现在进入到投机的阶段 好 所以马上我们先跟建峰做一个观察的事 您认为台股真的会有崩盘危机吗 这个时候来看 如果不相信多投 A4一波几乎赚不到 反而是亏更大 好的 基本上来讲话 当然刚刚孟平讲的没错 今年来讲其实只有两种在赎钱 第一个就是太保守了 第二个就是死空头的人 在今年来讲的话赚不到钱 那其余来讲你只要敢买股票 或者说甚至我知道在市场上 很多人现阶段在做城市交易的人 今年都是大丰收的一年 做股票不管你买什么股票 基本上不要有立场 对 所有类股都涨涨过 你只要有买 有买有抱着一定赚钱 放在那里不要动 它都会涨 对 没错 然后再来我刚才讲到期货的城市交易 今年来讲话 所有的城市交易 因为城市交易基本上都是顺势操作 那是整个三月跌完 四月以后这一波大多头 几乎所有的城市交易的绩效都非常非常好 照我所知 今年绩效应该都是100% 都是翻倍的 今年期货城市交易都是翻倍 所以说今年你只要有买股票 有好好的去做操作的话 基本上都是赚钱的 最怕就是你是死空头 或者说你保守不敢买了 这就赚不到 那刚刚其实古悠祥讲到一句话 其实是还不错 现阶段台股是进入一个投机期 投机期来讲话 我认为投机期这个话有点对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今年的一个个股来讲 其实每个个股都是在涨明年的业绩 都是在讲明年第一机会涨价 明年第二机会涨价 明年的营收会看到哪看到好 其实今年现阶段就是在涨明年的业绩 所以说整个状况来讲话 这的确是有一点点隐忧 不过在国际资金持续宽松的情况下 我个人还是认为现阶段这个大盘 还是比较偏多去看待的 因为整个资金说真的就是一直流入市场 那流入市场来讲话 你看不止股票在涨 房地产也涨得很凶 房地产也非常的热络 这就说明了这些热钱 就是在前进这些地方 在投资这些东西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 只要这个资金 我认为只要持续宽松的话 这个台股或者说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还是比较偏多看待一点点的 那如果说台股来讲的话 目前现阶段最大的支撑 就是14000点 非常简单 14000点 大家只要看这个点位 没有跌破 原则上这个大盘 而且这个多方都算是非常非常强势 其实这几天 这个礼拜 有几天都来做一个回撤 但是也没有跌破 结果没有跌破 隔一天又出现大涨 甚至说礼拜四还出现了 跌了100多点 还是最好来到平盘附近 所以说现阶段来讲话 整个台股资金 持续宽松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大盘 还是比较偏多看待 那多头我们就看支撑 支撑14000点 没有跌破的话 原则上都是多方的控盘 大家是不用太过紧张 而且这个大盘下面还有四个 有四个跳空的缺口 那这个每个缺口 都是一个充满的累金 都算是一个支撑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目前整个台股的 这不管是从基本面 持续成长 或者说你说技术面 甚至你说筹码面方面 都还是比较偏多的情况之下 我会建议大家操作上 还是尽量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不过只要记得说 现阶段由于我个人也是认为 台股的确有点高档了 那你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说你比较害怕风险 你不敢操作的话 但是你没操作又赚不到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持股不要太高 你持股借在五成到七成 保留三成到五成的现金 保留起来 那你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降低风险效果 而且你也可以做到说 至少台股在往上走的时候 你有买股票至少不会赚不到 你不要像一些很保守的人 一万二不敢买 会怕会死 也就一万三 不要太保守也不要太残惜 一万三挑战了 挑战了11次 我记得挑战11次跟国富革命一样 挑战了11次 结果呢 认为过了以后又会压回 结果现在已经一万四很 对不对 如果你都没买就很可惜 但是现阶段高档的情况下 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风险 就是持股比较太高 鉴于五成到七成左右 我相信这可以控制风险 又可以去有增加获利的机会 不过因为这周期台北股是真的 这个盘中有时候波动非常大 单天高低点震荡将近有300点左右 所以这波反弹上来 很多人又在问说该不该跑 建成你认为现在是整理结束的 一个反攻突破前高有机会 还是说现在真的逢反弹 也要提到持股在降低 现在的行情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 整个指数从14400点 这上面开始做拉回 而且你看到外资的这个期货多单 一天一天的往下递减 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行情 外资好像感觉上有在落跑的感觉 可是你反过头 你从这个昨天的期货结算之前 你来看我们国内自营商的期货多单 基本上还有维持在2万口 自营商 自营商对自营商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 其实外资的期货多单 我们因为正好属于季节性在12月 那12月这个地方 外资通常在感恩节之后 到圣诞节这段时间 乃至于到元旦这个段时间的外资 很多都是跑去放假的 所以他们手上的持股 通常会做一些调整 那期货多单呢 虽然一路的减少 甚至转成净空单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 你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有一部分的外资 他其实是把期货的单 下到新加坡那边去的 因为今年改革是说 这个摩台只做了一个 这个移到香港挂牌 所以会不会原本的 这个在避险的单子 就转到台股的台子期空单来做 对 不管是避险的单 还是他们本身这个趋势单 基本上会做这样的调整 所以外资这一波期货的多单大减 其实是不是很具参考性 为什么你看到他从4万多口 一路减到变成近4千多口的 这个空单 等于说少掉5万口 讲到说将近5万口 但是你看这波台子 我们的指数反而是逆势 一路一直创新高 那代表说外资 其实在12月这个地方 对我们的行情的影响力 一点都不大 因为你从高点拉回 在昨天期货结合单之前 其实拉回也才上下 300多点左右而已 所以这个盘 其实是由内资来主导 就是投信跟自营商 那自营商的部分 背后就是八大行库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其实八大行库的控股 是非常的精准 而且把这个指数控得非常漂亮 因此即使在昨天 期货结算完之后 自营商的多单减少了 这一个3千多口 但是整体多单还是有 1万7千口之多 那自营商在过去从来没有 这么多的期货多单的持有数过 所以我认为对这个今年年底 包括这个12月集团作帐 或者到明年第一季的展望 我认为后面的展望还是非常乐观 不然至于 那在个股的操作上 明年第一季还有什么亮点 明年亮点我还是看 当你指数看不懂的时候 当大盘回档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会怕 可是你要先了解 如果你手上握的个股 是具有明年还是具有 这个产业爆发性 或者有业绩成长性的个股 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 当航星看不懂的时候 你要从产业面切入 那从产业呢 我这边提供两个题材 你可以稍微来犹豫 第一个就是mini LED的概念 我们知道mini LED 从今年各个大厂开始陆续导入 从三星群创 再来就是宏基华硕 纷纷推出这个mini LED的高阶笔电 电竞笔电 Apple的iPad Pro 它也要在明年第一季 开始要正式量产mini LED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它一直有跟金电合作的消息 那当然我们看到金电 在这个11月的营收也开始 脚出亮丽的成绩单 mini LED的爆发呢 在明年我们可以称它是怎么样 元年 这个元年要正式启动 那除了这个 这个我们讲很多台厂要开 大厂要开始用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mini LED的台厂供应链 在台厂供应链的部分呢 你要选股的部分 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做留意 不管是从mini LED的这个上游晶片 还是下面的封装 乃至于后面的这个检测设备 这一块还有这个背光模组的 这些类别你都可以来这边做留意 那另外一个可以切入点的就是 车用二极体的部分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开始回温了 所以车室会开始慢慢再重新热起来 那在车用二极体的这一块 这个也是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的一个表格 你就知道在车用的功率二极体的产值 一直在未来的这一个 居所有二极体的占比 会是这个最高的 所以到底年底之前 有哪一些好股票现中 哪一些真的要报好报警 是高档的强势整理不要乱卖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